好像全世界仍在世的君主当中 在位时间最长最久而且话题性最多的 无非就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了 而且今年刚好侍逢她登基70周年 我们先来看到这边这张图 这是在1952年的时候 当时她的父亲乔治六世突然的病逝 伊丽莎白她人还在非洲出访 就被临时叫回英国来即位 当年只有25岁 不过要等到隔年的时候 才举办了加冕典礼 这张照片就是当时在西敏寺 非常历史性的画面 但是70年就这样过去了 女王现在也已经95岁了 成为英国在位最久的一位君主 超越她的曾曾祖母 维多利亚女王的63年纪录 因此英国王室就为她举办了 白金西年大庆 是英国史上首次 而且在近代史上也只有三位的君主 有达标 包括了像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还有中欧国家列支敦斯登亲王约翰二世 以及泰王拉玛九世 现在也多出了一位伊丽莎白二世 不过在纪念日当天 她是非常低调的在私人宅邸度过 不过前一天晚上她有公开亮相来切蛋糕 可以看出来她独特的握刀方式 也成为一个话题 等到六月的时候才会有全国性的庆典活动 包括了像是女王的生日阅兵 还有所有的王室成员都会来到白金汉宫的阳台 跟民众挥手打招呼 接下来还会有像是感恩仪式以及白金派对 中头戏会放在六月五号的大午餐会 会像照片亚英国各地的民众 会在他们的社区街头摆桌来吃午餐庆祝 而且还会有嘉年华活动 非常的热闹 因为白金新年大庆时代是非常的特别的 所以这个王室举办了英式布丁大赛 来让一般民众可以参加 都可以拿出自己家传的食谱来制作 最后会由王室御厨来评选出优胜的作品 在六月的午宴当天呈现给女王来品尝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英式布丁 其实它长得是比较像是蛋糕的形式了 所以如果想要雀瓶重选的话 有三个要件必须要达到 第一你必须要是做成甜品 不可以做成闲的 第二是做法要非常的简单 让家家户户都可以在家模仿 再来就是比较抽象了 必须要适合女王 在这个布丁里头展现出女王的人生故事 还有庆典的欢乐氛围 而且最后慎选的作品 很可能就被写进历史里头 因为我们来回顾一下 在1953年的时候 当时伊丽莎白女王的 加冕典礼的款宴菜单上 就有这一道的咖喱蛋黄酱佐冷肌肉 看起来是相当普通 但是因为场合非常的特殊 就被写进历史 还被称作是伊丽莎白女王鸡 或称为加冕典 现在英国王室是难得久违的迎来 这种欢乐的氛围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其实这几年 王室一直处在低气压里头 包括像是2019年的时候 女王的二儿子安德鲁王子 是深陷性侵风波 遭指控在20多年前 性侵了一名未成年的美国女子 还被人家提告 现在王室就跟安德鲁王子切割 来摘除他的军机 还有殿下的称谓 最新的消息是安德鲁王子 跟这名原告达成了庭外的和解 可能会支付对方4.5亿台币的和解金 接下来是2020年的时候 哈利王子跟梅根是重磅宣布 要来脱离英国王室 卸下王室职责 还搬到美国加州展开新生活 甚至上了欧普拉的节目 大爆王室秘星 抖出王室成员的种族歧视问题 闹得沸沸扬扬 去年的时候 菲利普亲王是逝世了 想其受99岁 那他跟女王是竭离长达73年 想必对女王来说是相当难受 从这张照片就可以看出来 这女王因为当时是防疫规定的关系 是独坐在教堂的这一侧 来目送王夫最后一面 那女王她本身也已经95岁了 所以健康状况是备受关注 去年底开始就陆续看到 女王在公开场合 组起了拐杖 令人有点担心 甚至拍到了手部是疑似发子的状况 可能就是血液循环不足的原因 不过女王依旧是在她登基70周年前 西亚送给她的媳妇最大的一份礼物 就是在声明当中表示 未来她的儿子查尔斯王储如果登基之后 妻子卡米拉希望她被大家称作是王后 因为卡米拉过去都被贴上小三的标签 被认为是介入查尔斯王储 跟戴安娜王妃之间的第三者 不得英国民心 所以大家认为 她可能未来只能被称作是王妃 那现在女王首肯的将她扶正 横甩小三的阴霾之后 卡米拉就迈向她的丰厚之路了 那从这个举动也可以看出来 伊丽莎白女王她时代是一个 与众不同的君主 愿意来接受改变 并且带着王室与时俱进 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世界说新闻